综合韩国JTBC电视台中央日报13日报道 一名在首尔江南闹市区殴打出租车司机的日本乘客 近日被首尔警方移交至检察机关 据警方调查 这名日本人对韩国司机施暴的理由禁止 司机听不懂日语 该报道一出 立即激起了韩国网民的愤怒情绪 有人在报道下写道 日本人还以为朝鲜半岛是他们的殖民地 据报道 首尔瑞草警察署方面13日表示 近日警方将一名涉嫌向韩国出租车司机施暴的日本游客拘留 并移交至韩国检方 据警方调查 这名二十多岁的日本男子在上月末醉酒后乘坐出租车时 一直向韩国出租车司机说日语 当汽车行驶至江南闹市区以来 这名日本人以对方听不懂日语为由开始对其施暴 司机在逃出车外后 他依旧不依不饶 根据JTBC电视台公开的相关监控录像画面显示 这名日本乘客当时在下车后 直接将出租司机摔倒在地上 接着开始对其进行拳打脚踢 一旁的路人见状立即进行制止 没想到这名日本人却更加变本加厉 报道称被打韩国司机因此手部颈部和腰部多处受伤 伤势被诊断为需要三周才能恢复 事后他向JTBC电视台记者表示 当时这名日本乘客追着打他 他的胳膊被其扭曲到差点折断 如果遇到外国乘客 我会更加亲切地为他们服务 但是这名日本游客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这名司机说道 该报道一出立即激起了韩国网民的愤怒情绪 有人在报道下写道 日本人还以为朝鲜半岛是他们的殖民地啊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带有这样的想法 真是没救了 另一位韩国网民则表示 自从尹西岳当上总统后 韩国又回到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时期了 哎呀 这是国家要完蛋的征兆啊 还有人对此称 日本这些家伙是有多看不起韩国呀 更有韩国网民表示 用韩语对这名日本人审讯的时候 他要是听不懂也给他一记耳光